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方脸 这两天啊,中国的军队又遭到了严重的清洗 包括火箭军副自令在内的多位火箭军干部及部队干部 都遭到了我习大大的重拳出击 而这些人最终大概也逃不过贪腐的命运 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能看到他们因为贪污而被判刑 那种平凡的高官落马 平凡的高官因为贪污被判刑 自习近平上来之后在中国也成为了常态 当然这些都得益于习近平的高压反腐政策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中国的这个反腐运动 聊聊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运动 首先不论这个反腐的效果怎么样 但是不得不说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给我们很多中国老百姓开了眼 如果没有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我们其实是很难了解中共的一些官员 他们生活的奢靡程度的 但是在习近平的高压反腐下 尤其是习近平他喜欢搞电视认罪这一套 也让我等屁民可以一窥中共官员的奢靡生活了 终于不用再天天幻想皇帝是拿金锄头出地了 那么这些官员的生活有多么奢靡 我们这边举几个例子 来看看这些官员的生活品质是什么样的 首先登场的第一位嘉宾 是来自东北哈尔滨的电霸李伟 李伟虽然号称哈尔滨电霸 但是实际上李伟的级别并不高 在落网前李伟请为哈尔滨电业局的副局长 他从理论上来说 最多是哈尔滨电业局的四把手 因为他的头上还有局长 党委书记以及第一副局长 而其行政级别也就是个副厅级干部 但是也就是这个理论上的电业局四把手 副厅级干部 其生活的奢靡程度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这个李伟其名下拥有大量的豪车 其中还包括克莱斯勒猎手 光刚女王等限量款车型 家里停的车之多宛如一个车展 当然李伟他不仅是个汽车爱好者 他还是个中华文化爱好者 他还有大量的古玩收藏 其中包括清代蓝笛蟒 乾隆年制 粉彩花卉大碗 石油粉彩花瓶 雍正年制 皇帝绿彩龙纹盘等等等等 当然李伟也和正常中国人一样 特别爱买房子 在他的名下还有69套房产和一个码头 其最终的贪污所得预计在10亿元左右 而这个李伟的主要盈利方式 主要是通过伙同他的两个兄弟 李同李健 垄断当地的电力相关工程获利 后经纪委调查 哈尔滨77%的电力相关工程 都是由李伟家族所负责的 而这个李伟因为带了其兄弟发财 所以在自己的家族里面 威望也是颇高的 在他的生日宴上大家都高喊 大哥大哥万万岁 引然一副皇帝做派 这里要注意的是 根据中央的调查报告 这个李伟在2010年才开始敛财 并在2013年才升任哈尔滨电业局副局长 其权力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敛财速度才开始进一步的加快 而其落马时间为2018年 也就等于他大规模开始赚钱的时间 也就七八年 按照他十亿违法所得的情况来计算的话 等于他开始赚钱之后 一年就能赚一个多亿 大家记住啊 他可只是一个副厅级干部 李伟最终被判处的刑罚是死刑 并缓期两年执行 这边要和国外的朋友说一下 中国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大概率呢就是不会死刑了 他甚至比很多民主国家的无期徒刑都要短 一般情况下减减刑20多年就可以出来了 当然李伟他只是兴趣爱好 有点张扬 所以让人看起来瞠目皆舍 但是实际上他的贪污金额 并不是这些小官之中的之罪 贪污金额比他高的那是比比皆是 而要论小官聚贪之罪的话 那则要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 来自呼和浩特的李建平 这个李建平是呼和浩特金开区的书记 及职级应该是正厅级干部 而这个李建平则硬生生的依靠 他这个正厅级的岗位 给自己搞了近30亿 当然李建平的腐败 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贪污金额上 李建平最让人震惊的事情 应该是他为了锻炼自己的儿子 誓资4亿元的巨资 通过代持交叉控股的方式 为自己的儿子收购了天龙光电这家上市公司 当你还在为毕业找工作发愁的时候 人家已经拿上市公司来练手了 此外我们复看这个李建平的一生 根据法业的判决报告 虽然其最终贪污了30亿 但是其中有15亿左右 就是在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贪的 他核算下来等于一年赚了8亿多 而中国胡润富豪榜上榜的条件是50亿资产 那么这个李建平只要猛干干个6年 就可以上胡润富豪榜了 而这个李建平最终被判处死刑 不过目前还没有执行 李建平仍在上诉之中 李建平也是中国为数不多被判处死刑的贪污犯了 而李建平的儿子李苏超 现在已经逃亡到了海外 当然这些官员的腐败 他并不仅限于金钱的腐败 还有个人作风的腐败 这里面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第三位嘉宾了 原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林亚 他理论上就是一个处级干部 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级干部 伙同了包括原天元区区长何建波 诸州市宣传部部长杨卫国在内的5人 瓜分了诸州市龙头企业太子奶集团 掠夺了太子奶集团的150亿资产 并把太子奶的老板李纯图送进了大牢 这里面还要额外注意的是 林亚当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还没有高盛 当年他搞太子奶的时候 情景是诸州市何当区公安局的政委 也就是个科技干部 总有人说中国的这些老板 到底和公务员比谁的级别高 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到底能比得上什么级别的中国干部 你看完这个视频呢 你应该就有所了解了 厅级干部 上市公司 说买就买 而一个150亿的企业 一个科技干部 说干就干 当然并非说 每个中国官员都会这么贪婪 每个厅级干部都给自己的儿子 买一个上市企业 只是他们手里的权利 确实能支撑他们这么做 他们有这么大的权利 不过林亚这个事情 最让人震惊的 并非是他干到了一个企业 而是这个林亚的个人生活问题 根据李淳图后来的举报信息 这个林亚不仅涉及到金钱腐败 还涉及到强制下属和他发生关系 并且还吸毒 而这个林亚其在公安局任副局长的时候 分管的主要业务 恰恰包含了禁毒 对下真是叛徒坐在主席台了 林亚在2023年3月自首 目前的判罚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依照上面以及过往的案例来看的话 林亚应该不至于判死刑 当然说完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 我们再来评价一下习近平的反腐 习近平反腐这件事情 除了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乐子 那他到底有没有清楚腐败的效果呢 在我看来答案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 一个国家的反腐 归根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是追求以眼还眼 那么中国现在确实抓了非常多的官员 你也能出一口恶气了 但是很明显 以眼还眼 它并不是法律的最终目的 法律或者说刑法 它更重要的是为了杜绝犯罪 减少犯罪 所以很明确的是 反腐的最终目的 也应该是杜绝腐败 减少腐败 而习近平的反腐 根本没有杜绝腐败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习近平反腐 彻底失败的原因 当然这不是我大黑习近平 我这边拿一组数据来看一看 中国的最高法 从2017年开始 就会公布每年因为贪污贿赂罪 坐牢的人数 这里要注意的是 在中国贪污贿赂罪 是仅限于国家公职人员的 私企人员的贪污受贿 是另一个罪 所以就不要有人抬杠了 说数据不好看 是因为企业的腐败增多 而这个贪污贿赂罪 坐牢的人数 其从数据上来看 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从整体人数上来看 从2017年开始 公布贪污受贿罪的 判刑人数之后 因为贪污受贿罪被判刑 并且需要坐牢的总人数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在2017年的时候 每年因此获赢的人数 是1.2万 而到了2022年 仍然有1万人 整体是有下降的趋势 但这个下降的趋势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十几年的反腐 像是反了个寂寞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 这个和我的感觉不太相符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 公务员腐败问题 要比之前好很多 公务员比以前要连政 其实这点我并不否认 我确实也认为 现在目前的基层公职人员 他的贪腐情况 要比前些年好一些 但是这一情况 其实和反腐整体 没有什么效果 并不冲突 而且从数据上也能体现出来 这怎么理解呢 我们要再仔细看一下 这些数据 首先如果我们把 坐牢的刑期区分来看 就可以发现 从2017年开始 包括不满一年 和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 甚至三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贪污犯 他们的数量 都是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的 尤其是不满一年的人数 在2022年的时候 已经下降到了 2017年的四分之一 但是为啥总人数没有改变呢 那是因为在另外一方面 五年以上 即死刑的贪污犯 被判刑的数量 在急剧上升 首先单从人数上来看 从2017年到2021年 五年以上的贪污犯 判刑数量 每一年都是上升的 到了2021年 判五年以上的人数 已经是2017年的一倍了 此外 虽然2022年的数据 是下滑的 但是这个下滑 是具有迷惑性的 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把2022年 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一年 这因素考虑进去 当年因为新冠疫情 整体的审判速度就比较慢 就导致当年的判刑人数 本身就比较少 在2021年被判有刑事犯罪的人数 合计是171万 但是到了2022年 就下降到了143万 而单看被判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及死刑的人数 在2021年 这一数字为15.1万 而在2022年 则下降到了11.8万 所以如果单看比例的话 汤污犯被判重罪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比例 在2021年是2.8% 而到了2022年 虽然绝对的人数有所下降 但是占比反而上升到了3.3% 这又意味着 如果没有2022年的疫情 导致审判速度 开庭速度的下降 那么2022年的重罪贪污犯数量 应该还要上升 而这一组数据 它代表了什么呢 通俗点来说 就是小贪污犯 它在减少 但是大贪污犯 它在增加 而大贪污犯 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那自然是他贪污的金额要高 而你想要贪污到一定金额 那你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级别支撑的 这里面一般能犯五年以上 重罪的贪污犯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其实是我们老百姓 接触不到的中共官员 就像我上面说的那些案例一样 虽然他们级别在中共的官僚体系中 也并不算太高 但是即使这样 其实他们和我们普通老百姓 也没有什么交集了 不论是李伟 还是林雅 还是李建平 那么哪个是我们寻常老百姓 能接触到的呢 而且他们也不需要 和我们寻常老百姓去接触 应该说他们也不屑和我们接触 他们不需要通过和我们普通人打交道 赚几钱财 那个毕竟太少了 他们要不是自己成立公司 要不然就是勒索其他公司的老板 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贪腐 其实是我们感知不到的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 日常能接触到的一些公职人员 往往都是一些低级别的公职人员 他们一般是窗口的办事员 或者是专门负责一些项目的基层科员 这些官员他本身的贪污能力也有限 贪污大多都是拿点购物卡 如果他们不能挪用公款 最后受贿一年几十万十几万 也就顶天了 这种判下来也都是那些轻罪的贪污犯 而从中央的数据来看 确实这些年轻罪的 尤其是不满一年的贪污犯数量 下降是显著的 这就代表着 我们老百姓实际上能接触到的官员 其贪腐程度确实是有一定下降的 而这也是很多人产生错觉 感觉现在贪污腐败有效果的原因 确实我们在能接触到的低级别官员中 他们的腐败情况是在变好的 但如果从整个中国来看 中国的贪腐情况并没有变好 尤其是中高层 他甚至变得更差了 当然了也不要抬杠 说是因为中共加大了反腐力度 才导致落马人数上升的 你就像我上面说的李建平和李伟 其主要的贪污收入 其实都是来自于习近平开始反腐之后 而且如果你真的仔细去看 2022年的一些审判报告 你会发现 这些官员他之所以出问题 并不是因为在翻旧账 而就是因为前几年的贪污腐败问题 腐败在中国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点评完习近平反腐的结果 那我们再来说说他失败的原因 其实习近平的失败原因是很好理解的 首先习近平的反腐 本身就是选择性反腐 对于习近平的反腐 到底是借着选择性反腐打牙异己 还是真的在反腐 从习近平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 就一直在互联网上争论不朽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在反腐 我不能确定 但是习近平是有选择性的反腐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习近平及其家族的贪腐证据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这点还不是听闯 而是来自之前的一份权威性报告 即巴拿马文件 巴拿马文件出自2016年 可以说是2016年国际新闻界最大的一个新闻 这个巴拿马文件 为什么叫巴拿马文件 那自然和巴拿马有关 巴拿马是世界知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 而在这个避税天堂巴拿马中 有一家叫做莫萨克冯赛卡的公司 它专门帮助世界各地的权贵富豪 设立离岸隐形公司 帮助他们避税转移资产 在该公司出事之前 是世界第四大避税服务公司 该公司的业务也广泛覆盖了中国 它在中国的大连 杭州 宁波 青岛 上海 深圳 济南 和香港 都设有办事处 而在2016年 该公司的一份包含1550万交易记录的文件 被泄露了 该份文件最早由南德意志报得到 之后 经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来自80个国家 107家媒体的多位记者详细梳理之后 披露 在该份报告中 世界各国有大量的权贵参与其中 进行避税 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 被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 而作为贪腐大国的中国 自然是逃不掉的 在中国部分 比较知名的 就有曾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贾庆林的女儿 贾强 以及他的外孙女 李子丹 这个李子丹 他还在斯坦福读大学的时候 勤勉一下 就已经有多家离岸公司了 此外还有前常委张高丽的女婿 李胜波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 李小林 等等等等 当然习近平也没有逃离这个风暴 根据该份文件的披露 习近平的姐夫 齐乔乔的老公邓家贵 其也拥有三家离岸公司 目前该文件一共涉及到 中国方面的高官亲属 有十来位 我们先不说这个邓家贵 现在怎么样了 在这个名单上 除了薄熙来 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失事了 所以和他的有关人员 遭到了清算 其他的这些中共高官 即使在海外疯狂搞离岸公司 转移财产 隐利财产 他们现在都还是活得好好的 就这样的差别性反腐 怎么可能能达到根除的效果 而其实你看我上面举的那些案例 什么中国贪污之罪 是一个30亿的厅长 一个厅长都能贪到30亿 那更高级别的官员 省长 部委 国家常委 难道不会更多吗 他们都贪不过一个厅长吗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大规模的贪污记录 要不然呢 就是因为中共在保护他们 要不然就是因为他们离岸公司做得很好 中共查不出来 所以在我看来 习近平的这场运动 与其说是一个反腐运动 还不如说是把贪污的特权 变成中共高层特权的一场运动 变成习近平控制其他高层的一场运动 当然反腐失败的问题 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就是反腐模式的问题 其实即使习近平真的是个铁面无私的圣君 可以进行公正公平的反腐 不庇护自己的亲人 习近平的反腐方式 其实也不可能收获太好的结果 这么说的原因 是你看习近平的反腐模式 或者说反腐的逻辑 它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反腐 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反腐模式 一时在中国并不兴起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 基本上都采用了类似的反腐模式 那么这个反腐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要说说习近平现在是怎么反腐的 首先习近平在中央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反腐机构 这就是当前的纪委 之后对腐败进行了严格的立法 并依靠纪委进行严格执法 此外习近平还会搞电视认罪 进行反腐教育 思想培训 这说白了就是设立单独的巡察机构 外加设定反腐法律 执行反腐法律 以及加上思想教育的三班府模式 而这种反腐模式毫无创新性 你随便挑一个中国古代搞反腐的皇帝 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操作 你比如说朱元璋 他在反腐的时候也是如此 而且他做的更加严格 首先朱元璋也设立了一个类似于纪委的东西 那就是督察院 他负责监察百官 之后呢 朱元璋还是不满意 又专门设立了六科几世中 专门进行反腐 这个和当代的纪委没有任何区别 而在进行思想教育上 朱元璋也是更狠 比如朱元璋除了会对腐败官员 进行斩首示众 此外还经常发动连坐 当然这还不够 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想教育 树立反面典型 朱元璋还发明了剥皮食草 也就是把人的皮完整地剥下来 做成带状 然后在里面填充稻草之后 悬挂示众 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警告各级官员 这不比现在的电视认罪要恐怖得多 此外在立法方面 朱元璋也更加严格 朱元璋上台之后 为了反腐编定了大明律和大告 为贪腐官员设下了严厉的处罚标准 根据大明律规定 贪务一贯钱以上就要涨八十 而八十贯就要绞死 当然这个八十贯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 这是古代的一个计量单位 那么这个八十贯放在今天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根据万利大明会典 卷29户部16征收记载 红武30年 三贯500文 也就是3.5贯可以折米一弹 也就是一弹米的价值是3.5贯 八十贯折下来的话 就是20多弹大明就要判死刑 而即使大明的官员是以低薪著称的 但是其最低级别官员 一个月的薪水也有五弹 也就等于他们贪污四个月薪水的钱 就要被判死刑了 而如果以当代的米价来计算 这个八十贯换算成人民币 大概就是6600块钱 就够判死刑了 这显然比目前的中国法律要严格的多 但就是这样 朱元璋他清楚腐败了吗 如果以后续的历史眼光来看到问题的话 那答案是很显然的 根本没有 当然不仅仅是朱元璋 包括雍正 宋征宗等中国历代皇帝 其虽然在反腐的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 比如说雍正还考虑到了实际情况 推出了养联营制度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反腐思路 都是同一套自上而下的反腐模式 其结果也都是一样的 反观中国历史 中国这几千年来 官员反腐就没有一个能成功的 在中国古代能阻止这些官员贪腐的 只有整个社会整体的贫穷 导致的无钱可谈 而非是皇帝的反腐制度 这样一套执行了几千年都没有成功的制度 你凭什么能说习近平他能执行成功呢 你说中国这几千年来所有的君王 难道都没有我们当今圣上习近平聪明吗 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就算最忠诚的小粉红 也不能觉得习近平的文质武功 已经超过了中国所有历代皇帝吧 所以习近平的反腐制度 本身就是一个注定失败的道路 你指望习近平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来解决腐败问题 那你还不如指望习近平把中国的经济搞崩之后 这些官员没钱可贪 来解决腐败问题 而为什么习近平包括中国历代皇帝 他的反腐都失败了 其道理也是很简单的 因为这种反腐模式 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反腐逻辑 我们都知道腐败是因为权力过大所导致的 反腐它本质逻辑是要对权力进行监督 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而习近平以及中国历代皇帝 设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方式 都是通过设立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机构 去管理原先的那些人 那这些拥有新权力的纪委 督察院的人 难道就不是人吗 以他官员会腐败 难道这些人就不会腐败吗 真正有效的反腐方式 是把监督的权力下放给下级 下放给人民 给媒体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有效的反腐 但是很显然 这在中国是不现实的 把权力下放给人民 不就等于直接民主了吗 所以在中国彻底民主化之前 就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 交给我们的经验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 民主国家就直接杜绝了腐败 指他的腐败情况 肯定会比我们这种独裁国家 要好一些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多方脸 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